因为我们回来学校 我们在了个人 我们在了个人 每天都聚用这这些信息 我们在了个人 和吃 是要买两个人 那就是要买的 听到妈妈这个问题 我就想我怎么可以让她放心 正好我还看到了我的朋友 发了一个视频 说现在在超市 要拍很长的队 我还听过丈母娘说 现在蔬菜都很贵 一颗大白菜都要买六十多块 所以我今天正好要去一下超市 给我妈妈看一下在上海的情况 也正好带一下你们给你们看 我们在这边是不是买不到东西 该不该通货 在上海现在买大白菜到底要花多少钱 近期我妈妈每天从德国会发消息给我 或者打电话给我 我是她最小的儿子 所以她看到各种网上的消息和媒体报道 她当然很担心我 所以这一期视频主要是给我妈妈拍的 给她看一下我们这几天在上海的生活怎么样 妈妈 mach dir keine sorgen uns geht es gut und wir passen auf uns auch 我这几天在家里自我个离的时候 我正好在锻炼我的身体和我的厨艺 当然我老婆和馒头也不会拉下运动 还看了几本我一直想看 但没有时间看的书 是不是我们日常现在跟她一模一样 吃饭 睡觉 上厕所 你们在家里都做一些什么活动 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吗 欢迎在下面留个言 把我养得这么胖 我妈妈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里的伙食怎么样 我们这几天买菜都是超市配送过来的 但是从今天开始就没有办法 配送小哥已约满 欢迎门店选购 所以我们不得不自己出去买点菜 但是我们在这跟大家说一下 能不出去就不要出去 如果没有办法 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 请洗手 戴好口罩 口罩也一定要戴好 反向也不对的 这里捏紧 消毒 全副无重 路上人不算多 但是也不算特别少 公交车里大概有五六个人 其实每年春节的时候 上海的街上都是空荡荡的 我们去超市的路上 经过玉佛寺 出了一些外国人 谁都没看到 平时春节的时候 这里是最热闹的 现在都关门了 旅游经典基本上都关门了 没办法去 大家好好在家里休息 我们先要去一下 普通的超市去看一下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有没有缺货 小店基本上都关门了 唯一开的小店就是药房 这个商场里平时人挺多的 现在很多店关门了 所以比较空 楼下超市人还是很多 不过这个时间 但不用排队 直接可以进去了 我感觉也没有比平时多很多 刚刚那个视频是在这里拍的 刚刚拍到哪里 刚刚拍到那里 我看了一下 超市里都有 无论是蔬菜肉还是其他商品 而且大家都比较平淡 不着急 哇塞 有一些人的装备好高级 唯一的区别就是 就餐区没有人吃饭 大家应该买完东西了 马上回到家 先买这些吧 否则我们两个也拎不动 你知道吗 而且我感觉 一点都不用通货 你绿椰菜肉啊 什么都有 就有一些品种没有 其实其他的还好 那我们就不去菜场了 其实这里都有 然后我在家里告诉你们 我们买了这些东西的价格是多少 在上海现在买大白菜 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们在家里再见 不要在外面了 到家第一件事要干嘛 消毒 对 先关门宝贝 我随便挑了几个 最正常的东西 就是平时都会买的 最开始我想说一下 关于这个对比型 因为我们是在上海 上海的物价 本来就比较贵了 而且我们不是在市场买的 我们是在超市里买的 所以价格可能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正好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这几个东西在你们家乡 在你们现在生活的地方买要花多少钱 16个鸡蛋 在哪里啊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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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你找到了吗 宝宝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13块9一盒 我感觉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 菠菜 绿叶菜 现在很多人说买不到 但是我在超市里面看到了有非常多的绿叶菜 所以真的没有必要panic 没有必要吞好几个星期的货 150克 菠菜5块9 罗马班纸立圣菜 250克 7块8 娃娃菜 娃娃菜跟大白菜不是差不多吗 250克 4块6 养葱应该是最便宜的 宝宝一般养葱要多少钱 15块钱吧 对 4块8 然后这个350克的牛肉 不是 这是养肉对吧 60块 什么 这个养肉要60块 59块8 这个还蛮贵的 这个养肉是不是很贵 我们看一下牛肉米有多少钱 这个是200克的牛肉米 22块9 这个没有涨价 今天我丈母娘发了一个消息给我们说 她的朋友发了一个消息给她 说现在的菜都涨价了 都怎么样好吓人 但是我们自己去看了一下 然后实际上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吓人 妈妈还说一颗青菜60块 青菜没有买到 其实现在就是有一些菜是真的买不到了 比如说青菜我没看到 然后那个花菜我也没看到 看到了这些价格以后 我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妈妈 让她放心一下 哦对了先打个电话给我丈母娘和她保个平安 我们今年春节也全部都是视频聚会 你好 欣言好 欣言好 蛮多想你们 我刚刚去了超市 然后我们看了 其实蔬菜什么都有 然后价格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好的好的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们出门什么 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吃都知道 OK 那要记得在桌上 吃都知道 厕粒匙 如果在家裡可以就走在住宅座 如果在住宅座的事就很累 就回到寂寞 所以還可以在好 但我們現在在施暫時 現在我們因為我們會用這些用來這些 virus 我們並且在這地方 我們說這些地方 我們從台灣 對於台灣的活動 好,我們做了 全部都好,我一直在呼喚中,如果你再问我有点东西,我会追求你 是的,那你做的 你做的,那我做的,那你做的 是的,我们做的 好,妈妈,我希望你一小小看一看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正在上海 不要争择,我们开始上海了 我知道很多看我宿舍的人和我一样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因为不在家里人身边 所以很担心他们 很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和他们保持沟通 就像我每天会跟他们视频发消息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我自己 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积极和病毒搭帐 虽然我们不能出去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在家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你们现在在家里会做些什么呢 快点留个言推荐给大家 再次强调一下 在这个特别时期 我们要请洗手 尽量不出门 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利用在家里的时间 好好陪我们家人 要相信科学 不要相信妖言 这就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 我相信我们一起肯定能度过这个难关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世界加油 自己看出来 我们下旁边关闭 我们下旁边的不疑 我们下旁边的不疑 我们下旁边还有一点